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要财财经》台价直播环节 我是谢美琪 来到《即市攻略》 跟大家都跟进一下新鲜广义 公布了业绩的股份 公布了中移动编号941 见到现价做了102.9 暂时跌至接近0.6% 现时这一刻见到公布了业绩之后 马上股价值跌头向下 是否计算得很差呢 请来我们分析员谈谈谈 有我们研究部的经理直播 Stanley 你好 曾经是你的外股 先和你研究一下这股份 看看公布的数字 截至去年12月底 全年的业绩 顺利方面有1092亿人民币 按年来说跌了超过一成 见到10.2% 与市场预期的1092亿差不多 但也是预期的下限 每股基本的盈利是5.300元 每股贪薄的盈利是5.35元 见到目期息方面 派1.300港元 全年的派息率不变 就是4.3左右 和你谈谈大数 按年跌了一成 其实大家已经予了 但其实内力的情况 是否看得这么不乐观 见到股价马上要跌 其实你可以先谈大数 基本上 如果以中期等份业绩 有两个比较大的因素 影响到 比较差 最主要就是一型改增的因素 但这个基本上全部的电讯股 不单是它 你可以说之前的联通 中电讯 基本上都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这是一个叫行业性 因为有些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今年应该就没有这个影响了 但第二个 就是网间结算收费 因为这个收费在去年 应该4月、5月、6月的时间是调整的 这个调整基本上对于中电讯 和中联通是有利的 但递一转 对于中移动来说 其实是不利的 就是有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你说这次它的大数 跌一成多 大家都在预计之内 你可以说如果以这个盈利上去看的话 基本上就真的 又不是太大 跟市场的落差又不是太大 但是反而你说它估计 现在有一些跌下来 我想如果你问我一些原因的话 我会想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它的派息那里 都是维持4成3的派息比率 今年都会是 公司都提及到 但因为你赚钱少了 自然你的派信 派信其实都是少了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你说现在的中移动 说真的 那个息率其实是不吸引的 3厘米的 刚刚我都提及过 就是说 100元留在中移动 我觉得真的不吸引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中移动的股价 公布完出来的业势之后 有个调整都合理的 其实有了 去年来说工讯报方面的数据所得 其实整个行业 第四季来说 那个收入来说都是下跌的 刚才说到 刑改真方面的影响 看看这份业绩有什么亮点 留意下它的上客量 尤其是4G方面 看见就好像做得不错 去年来说 已经开始推4G 最新的数字就是2月方面 4G的上客量 就经意超过1亿 但在公布业绩的时候 仍然是9千万 这份业绩的影响 但你怎样看来的上客数字 你会否热烈 会否在4G方面 都是中移动主导居多 基本上你可以说 中移动真是赢了起跑线 基本上 因为4G已经先做了 你说现在 FD这个牌照跑出来之后 中电信和中联通 现在先叫做去追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市场本身 如果说的是市占率来算 中移动是赢了的 现在也是 而且你看到上客两方面 上年已经说到9千万 今年来说 现在到2月份 公司的数字就去到1亿2千多万 即是说这两个月本身 上客量都有3千多万 2、3千万左右 是一个相当之很大的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 你说是否真的可以 令到它的利润方面 是会提升到 我自己是有些保留 因为事实上 你看回 静真的客户方面 以今次的2月份为例 大概增加了二百多万 即是它用了什么策略 基本上是由2G 即将2G的一些用户 推上3G 3G 推上4G 所以才出现这种有趣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说 4G本身的市占率 说到现在来说 我认为九成以上是它的 当然 你说之后的时间 中联通和中电信 将会急于直追 而且因为本身的基数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说 市场购买方面 之后4G 就开始会 中联通和自占率 当然会缩一点 但是上客量方面 都会维持一个很快的增长 但是也不单单是它 基本上你可以说 中联通和中电信 那些增长都会很快 听你这么说 其实4G上客量 都是内部的转移 就是2G 转3G 3G 转4G 但其实这些转计 大家都知道 其实加的钱不是很多 会不会影响中移动 Abu 方面的收入 来讲Abu 的走势 是不是向下居多 今次的业绩 暂时没有提及到 Abu 的数 我想在记者会上 可能管理层 都会被记者问 他都会回答 但是初步我自己 觉得 应该都是会下跌的 当然你说 之前的数已经不是太高了 好像63点多 但是我相信他的数据 在去年全年来算 仍然有个下调的压力 因为最主要就是 大家原先估计 假设4G用户人数多了 按照Abu 也有机会推升 但是如果转转 去这样做的话 基本上 我想加的机会就不大 甚至乎 如果以之前中移动的董事长 他自己也提及到 他未来内地的 叫做这一方面的支费方面 基本上依然有一个下调的压力 而且我想都不是中移动的 中电信、中联通 他们要抢客的话 来来去去都是两招 第一 靠手机捕铁 第二 靠一个比较低的收费 所以未来的 Abu 方面 我都觉得会下跌 其实中移动很有趣的 都可以说回它的大数 赚大概是千亿亿这个数字 如果你看到盘数 其实当中有大概160亿 是来自这个利息收入的 你可以说 公司本身有个好处 钱多 这是中移动的优胜之处 因为它钱多 所以收息 都收回不少 这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说是优势 但是你说在竞争上的话 现在4G的市场 都是大家斗争的 但是Abu 方面 似乎都真的升不到 我觉得是 除了Abu 走势之外 也要留意的就是EBIDA 方面的数字 看到EBIDA是2353亿 比去年跌了2.1% EBIDA是36.7% 其实今年EBIDA 方面 可能因为网络成本方面的增加 开支增加 因而是有影响的 但未来还有FDD牌照 内地的行业竞争 会更激烈 其实未来会不会受压 这方面都会持平 变化不会太大 因为公司本身 你看到资本开支 特别在铁塔上 基本上都要做好 基本上铁塔的数量 基本上复却了全中国 大概是10亿人口 所以再大区域要做这方面的事 应该不多 但因为公司也提及到 也会增加FDD牌照 希望做到四频 即是这个方向 基本上可能这方面 都会轻轻令到资本开支 会稍为增加 但你说EBIDA那方面的话 我想你可见的将来 数字变化不会太大 但都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假设收入少了的话 这一个情况 都有机会会减少 但这个都可以成为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新常态 你分析这份业绩的同事 我觉得100元是一个合理价 高于这个价格的话 我不会推介买这个股份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中移动 你可以说它是一只 就是跟一只公用股都差不多 因为它的尺寸是大 它又不会有机会会执 但有没有增长 它又真的有不多割有 但它派息又维持合理水平 但现在设计只有三厘的话 我觉得就似乎 买其他公用股 也有这样的设计的话 变成没有吸引力 所以你要买这一只 要摆的话 这些价格不建议住 但在100元以下 这些位置卖又会变上安全 当然 如果再跌下去 大概是之前的低位 98这些位置的话 这些当然是很吸引 但是现阶段来计的话 没有货的 先等下 很新鲜的方法 当作公用股那样看 谢谢你Stanley 看到现价中移动 每次有的 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会